昨天我们报道了南京西侠区街道东洋社区村民戴松根举报村里的违建却被报复打伤了事情 那今天参与打人的东洋社区工作人员王某已经被停职 而打人的社区主任也被西侠区纪委约谈 村民举报的违建今天呢也开始拆除了 红润有机化工厂面积有1300多个平方跟东洋社区其他民办工厂一样 大都是在十几年前建的 当时只是跟社区签了一纸合同 就在土地上建厂房 根本没有任何手续 原经理说昨天晚上他接到了社区副主任高兴祥打来的电话 得知他的厂房将和附近的几个厂房一样当作违建被拆除 由于当初跟社区签订的合同还没有到期 社区将会赔偿工厂的部分损失 期间表已经制定了 制定了但是按照我们那个步骤 分批採除 那今天这个厂房是什么情况 今天这个厂房就是我们第一步要採除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厂房 它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个都是在很早以前 它租用社区土地建的 就是按照现在按照303的计划的要求 这些老厂房没有手续的也应该把它拆掉 除了拆这栋厂房之外 旁边一家化工厂的维建房也将拆除 总面积在2000平米左右 而整个东阳社区的维建厂房起码在3万平米以上 他们将会根据计划 依次拆除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